农历5月5日端午节相传在正午时 客市将蛋立起就能够获得一整年的好运气 而在台北市大指桥下有上百名的民众就一同挑战立蛋 体验端午节的传统习俗 另外在台北市立动物园 远方也特别准备了一些木线香包和蔬果冰粽 来给熊猫云仔过假节 端午节正午时间台北市大指桥下 聚集满满的人潮 大人小孩蹲坐在地上 要努力将蛋立起来 端午节午时是一年中洋气最旺盛的时候 相传在这时间内若能将蛋立起 就能获得一整年的好运气 上百位民众一同挑战立蛋 体验端午习俗 在南台湾屏东 街舞爱好者则是颠覆端午节的传统 不立蛋改立人 要尝试不一样的另类端午节 百人倒立竞赛 撑得越久就越能赢得胜利 最后是由这名大学生 以倒立一分五十秒 夺下冠军 除了端午节相关的应景活动 在台北市立动物园 园方特别替熊猫圆仔 准备香包玩具 过端午 只见圆仔对着悬挂的蓝色香包 充满好奇 不断地往下拉 还忍不住咬了几下 香包被弄出一个大洞 里头的木屑掉得满身都是 圆仔拿起香包 不断地往身上摩擦 显得非常的舒服 之后便锁定原方准备的蔬果冰粽 享用美味 要在这四大传统节日 应景莫加节 风凰威视彭世亭 静敏怀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